你见过这么瑟瑟的千金小姐吗 一见到帅逼夫君就脑内开车 大婚当日 还没过门就暗戳戳地抓夫君胸肌 还没拜堂又开始歪歪腹肌 接亲的时候 街上的行人议论纷纷 什么样的女子会嫁给残废王爷 宋哥抱着一丝希望向外看去 本应是新郎的马上空空如也 果然是自己想多了 秦昭那腿能骑马才怪 围观群众里也传来不友好的议论声 说秦昭那破烂身体根本接不了亲 还客死了好几个妻子 说不上什么凡文入截 直接将索奈对着外面吹了几声 我才没有寻短剑 我家秦昭可填啊 下人赶忙制止宋哥 大小姐啊 这都能看到王府了 您可别失了礼戒 刚说完 宋哥就看到王府门口接亲的秦昭 那温文雅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宋哥瞬间脸红了 赶紧缩回了轿子里 内心一阵激动 秦昭好帅啊 嘿嘿 是我的 嘿嘿嘿 此刻的宋哥内心激动的 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大章鱼 随着轿子落下 宋哥想着自己的赵天心腿脚不方便 自己应该主动下去 不想刚先开脸子 秦昭的脸就出现在他眼前 此刻他们的距离只有三公分 宋哥感觉心脏有一瞬间停止了 他马上转过头冷静了一下 还好有盖头 这一上来就贴贴鼠视板持不住 下一秒 秦昭就对宋哥伸出手 今日未能骑马皆亲着实惭愧 如果您不嫌弃 最后这段路可否与秦某同行 盖头下宋哥的嘴角都快飞上天了 嘴上客气的说着赵王爷有心了 内心宛如舔狗一般汪汪个不停 眼见宋哥要下轿子 吓人极了 这万万不可的 进夫家之前应该脚步粘地的 旁边又传来窃窃私欲声 赵王爷没办法被妻子过门了 要我说还是得找个身强体壮的 空有个名头有什么用 结婚都结不好 宋哥见不得自己的赵天心被人戳几两 他顿时心生一计 说可以将布匹扑在地上踩着过去 此时秦昭才开口 用不着这么麻烦 抱妻子进门的努力 秦某还是有的 说完直接伸手搂住宋哥的腰 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这突出起来的男友力 搞得宋哥内心一阵小路乱撞 手不自觉地伸向了秦昭脖子下面 胸肌 是胸肌的触感 宋哥又开始瑟瑟 无法行走还能将我抱下来 这肌肉力量是有多强 男人腿有问题怕什么 腰好就行 宋哥又歪歪起了秦昭的腹肌 此时秦昭温柔的声音 又在宋哥耳边响起 夫人 到了 需要秦某抱你去正厅吗 通过盖头看着眼前那帅逼秦昭 宋哥感觉自己呼吸都是粉红色了 他赶忙跳下来说道 不 不必了 您竟然叫我夫人 不想秦昭竟然说 上次在花园遇到石本王就该改口了 宋哥想起之前见到秦昭的那一幕 不禁感叹 您果真听出了我的声音 还以为伪装得不错呢 秦昭说道 夫人在见过我残破的身体之后也没有逃 这令秦某十分欢喜 宋哥黑黑一笑表示自己才不会逃 接着就屁颠屁颠地推着秦昭向屋里走去 就让那所谓的客亲命数见鬼去吧